麦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这几个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 VBS当中常用的一些转换函数 转换函数 那么常见的有哪些呢 我这里面呢 给大家大概写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CBOR类型的 这个是数据类型转换的 实际上是像我们什么 VBS当中相关的一些变量数据类型 进行转换 第二个呢是我们CINT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C什么 DEX 这几个呢 用了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会多一些 其他的也有好多 像这个C string CSNG CLNG 之类的一些用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多 如果说需要用的 大家可以自己学一下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的ASC 那这个是将SK码直径转换的 还有一种是将SK码直转为 对应的字符的CHR 那这里呢 给大家用代码演示一下 比方说第一个 CBOR类型Message 后面跟什么呢 CBOR 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它的变化 比如说我要把一个0 转为布尔类型 大家觉得显示什么 它应该显示什么 是false 大家看到没有 答应出来的结果是false 那么如果是一个非0词呢 比方说负1 它显示的是为真 那么如果是1呢 正数呢 大家看一下也是为真 所以说呢 说明布尔类型这个变量的话呢 它相对来说是会把什么 非0词都判到为为真 0为假 对吧 05为假 那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什么 C什么 Cint 那Cint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4.1 4.3吧 答应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显示的是4 它就会把这个数强制转为我们的什么整形数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叫做Message 什么box 大家看 Cdat是作为日期类型转换的 大家来看一下 比方说12122012 12年的12月12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转完了以后是什么一个效果 它应该是20121212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个呢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 在我们实际工作过程当中 常见的这几个函数 转换函数使用方法 那么还有两个呢 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 就是 Asic码值和字符之间的互转的 比方说我们将一个字母转为对应的Asic码值 那可能是什么asc后面跟什么 A要转的那个字符 A 大家看一下它答应出来是吧 A65 把A对应的Asic码值给答应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反向的来做一下呢 反过来做一下大家看一下 CHR65 我们来看一下 它自动上 A 大家看 它答应出来就是A 是不是 它答应出来就是A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可能会用到的一种什么 数据类型转换和什么 Asic码值这个数据之间的转换 在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变成当中 可能会用到啊 所以说这个给大家呢 花点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啊 当然也有些其他的 像什么C什么 刚才说到Cint 这个C什么 CStream CSNG CLNG 类似这样的一些什么 转换函数 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也可能会用到啊 如果说你要用到 你就自己学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就不做 不做这个太多的介绍 OK 那咱们呢 这个这次课的这个知识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啊 下次咱们再见